我从来不会否认说 我认识沈静 所以我去唱歌 有 她请过我一次 公开承认去过桃珠影园 接受沈静静招待一次 如今周刊却爆料 减联比对柯文哲的手机定位 跟相关画面 发现还有第二次 而时间点就在他去年赴美访问前一天 而且就这么巧 柯文哲人一到美国 手机就掉了 这些比较紧急的一些资料 会造成国安危机 手机丢得很常见 我那个手机 我就很有自信 里面没有什么不雅照的 私密照 弄丢之后他会怕 因为云端这个东西是 因为他有记账的习惯 小钱是陈培记管 大钱是自己管 他很喜欢记账 而且他很认真的记账 而且他记性很好 说谎 我的了解大概去三次 就正在过与不过 我们那个执照那时候 一次嘛 然后选后一次 选前又一次 就两次在总统 一次在市长任内 议员中小平跟加码爆料 柯省两人在逃出影员 见面的次数 至少三次 不止手机仪式时间 跟审庆经见面时间点 起人一斗 就连陈佩奇 用现金大量存钱到ATM的时间 也有巧合 2020年3月 柯文哲和应小微便当会后 柯文哲便批示 速审速决 容积案起死回生 这段时间是陈佩奇 首次密集存钱的时间 前后存了157万 2022年10月 金华城取得800次容积率 11月柯文哲的USB 就出现了1500小选 2023年9月30 柯省单独逃出影员密会 从这时间点起 到今年5月 是陈佩奇 二次密集存钱的时间 总共462万 分40多次存 柯文哲去过哪里 还有陈佩奇 有没有用ATM去存钱 这个跟 有没有不法的金流 或者是有没有图例 有直接相关吗 如果三件事情 串在一起的话 沈静静的论功 欣赏时间 这个陈佩奇的金流时间 以及柯文哲拜访逃出影员的时间 当然有猫腻在里面 柯文哲和沈静静见面的次数 陈佩奇现金的金流 政商关系 盘跟错节 就等减掉秋势波茧 一一理清 民事新闻 送后不到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